孔子 孔子到老年的时候 敬意的几件让人垂胸顿足的事情 一般凡夫会垂胸顿足 会很感慨 那莫过于我们讲的白发送黑发人 孔子69岁 他的独生子叫做孔里 那个时候50岁左右就去世了 到他71岁的时候 延回去世了 一个是家庭里面自己最爱的孩子 一个是他在道场当中 他最疼的学生走掉了 72岁的时候子路走掉了 子路是小孔子好像六岁还是七岁 严格来讲他是孔子的义友 在那么多的弟子群里面 只有他敢于建言孔子 当他对于孔子的言论有怀疑的时候 他不掩藏他心里面的疑惑 当他对于孔子的行为看不懂的时候 他敢于去表达他的想法 所以孔子公开赞美子路 认为子路是他的义友 是可以帮助他不断的往上提升跟成长的 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义友吗 如果没有你要去找一找 找一个出来 如果都找不到 那不是你眼高于顶 就是做人太失败了 到73岁的时候 嫁鹤西归了 所以他的晚年这几件事情 哪一个是我们能够经得住的 可是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过程 因为他的一个坚持 所以才会有万事失表至胜先师 人家封他为素王 表示他的德性是完美无缺 素就像白纸一样的洁白的 德性圆满 没有任何染拙的 所以历史的定位 要靠自己去努力的 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喜悦 从来没有 孔子有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后学很喜欢的 也会拿来鞭策自己 这是今天早上把他放上去 孔子曾经讲过 真正学到的人 食无求保 居无求安 在衣食住行 生活的必需品上面 他降到最低了 所以延回的一单食一瓢椅 你就知道他取法谁 取法我们孔夫子 如果他的老师三餐都是很丰富的话 他的学生也会受影响的 孔子本身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于是我们在今天来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给自己的享受是过了 吃的太好 要的太多了 我们一直在讲寡欲 当我们心有所贪的时候 即经其神 即经其神 你就着那个雾嘛 被那个雾给影响 就被那个雾被那个东西给牵着鼻子走 就天天为了五斗米折腰了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不论时间多么短暂 那个叫做忠实 再短暂的时间 也不违背了自己的人心啊 人字在儒家而言 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那就是谈我们性的一个本体 儒家以人做代表 所以孔子讲忍者无敌嘛 一个真正 以道来庄严自己内在的人 他没有敌人的 因为他平等心 他没有忍我向 敌人又从何而来 照字于事颠沛并于事 这是孔子在成菜绝粮的时候 回应子路问的那句话 不论在多么艰难的魂境当中 造次跟颠沛 形容环境的颠簸流理啊 我都坚持我自己 绝对不改我修道的本色 绝对不会违背了我的良心本性 所以正是人人 无求生也害人 不过为了苟且偷生 去违背了我的什么 本性的 他就解开了 我们可以为了让自己长命百岁 我们去杀生害命吗 天有好生之德 众生取法天的德性 第一个就是取法天的好生之德 他给每一个物都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以无这个所谓的植物来讲 不能移动的植物 他在寒带跟热带地区都给他不同的造型 让他不会那么快速的枯萎不能生存 在热带的时候 扩叶母 叶片比较宽广 因为热带地区 雨水比较丰沛 如果那个叶片狭窄有没有 那个雨水排不出去 不能蒸发 他就腐烂掉了 到了寒带地区的时候 气候寒冷 雨水比较欠缺 他就给他真叶的一个长相 让他一点点水分 都能够安然度过一个寒冬的 天造万物 与无这种所谓的没有具体生命表征的植物 他都能够考虑的这么详细 那与友情众生呢 他难道没有给他生活的空间 没有给他生存必要的条件吗 有的 只是我们把它打坏掉了 我们没有察觉出来 所以我们才是该为我们生存空间 越来越不好的 这个事情 这个事实 我们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没有求生也害人 生命尚且不可以 因为为了苟且 迫害到其他生物的一个生存 那其他东西更不用谈了 有杀生已成人 有牺牲自己 只是为了要圆满自己的性格 这个都有 这三句话 在我看来 各个都是一个当头棒喝 都像木骨城中来点醒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坚守这个大原则 有力行孔圣的这些话吗 所以孔子一生带给我们的启示 他从小到大 从学到的态度 到他行道半道的一个过程 他在老来困境的时候 他是怎样的处置于 处置泰然 他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来 不论你在哪一个空间 你在欧美 在所谓的台湾 在偏乡在城镇 你身在富家 身在贫贱之区 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没有一个人穿着衣服来的 有哪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一出生下来 穿着绫柔绸缎的吗 没有一个 大家都是一丝不挂 都是赤手空拳 这个应该不需要考证吧 是不是 我们为人父母都知道 我们生下的孩子 没有含着金汤匙下来 如果含着金汤匙 那真的也不需要鼓励大家生育 大家就拼命生啊 都是这样子一丝不挂的来 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走的时候就不一样 死的时候各位前前 是怎么走的 老死病死 过老死意外而死 现在有的时候走在路上都不安全 你在那边等红灯都会一辆车子撞过来 因为酗酒的人很多 酒驾的人很多 所以不小心 他糊涂了 我们也跟着赔上一条命了 有这么多的死法 没有一个死法 是我们很喜欢接受的 但是你能够避免后面的这些的事情 你不能避免什么 不能避免老死吧 迷路下三经有谈到未来的世界 人要活到五百岁 最五百岁假婚假 活到八万四千岁 会到了生命最后那一天 他知道时间将至 他会到大树旁边念佛取经 他没有惶恐 因为他知道生命是不断灭的 我们一般人不都是按着这个步骤在走吗 但是孔子 这些历史上的圣人 或者各个中门 我们在谈的一些先驱者 以我们一贯道而言 我们的祖师 我们的师尊师母 各主线的老前人前人辈的人 是什么 以服务大众为目的 为了把这么一个良好的福音推广出去 每一个人竭尽自己的心力 还有生力 他的死就不一样 所以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红毛 我们选择自己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离开人世间 我们选择 我们去执行 我们就会带来不同的回响 如果草草一生 走了以后 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们 现在可以充散 一个人忧愁的工具太多了 不像过去有没有 家里面有一个人走了 会怀念他很久 因为周遭生活里面 处处可以带给我们他的回忆 现在不用 现在手机里面的各种画面 会让你忘了悲伤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抉择 我们不懂得去丰富自己的内在 没有把生命的本质给发挥出来 我们的死 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春夏秋冬必然的一个过程 再频繁也不过了 潦草过一生而已啊 那就是青鱼红毛 所以这一段话 跟各位前前提过了 好几次了 一岁出场亮相 从妈妈肚子一出来叫做一岁 因为妈妈已经怀胎十月了嘛 像老子例外 出胎就是好几岁 二十岁春心荡漾 在座没有清修的人 去想想你的生命过程 不论男的不论女的 都是这样子 才会把你可爱的娇妻取回来 才会找到你要依附的大树 尽管到后面才发觉 这个大树不如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坚固 不可靠 这个娇妻不如自己想象中的一个柔美 太凶残 毁之玩意啊 谁叫你当初春心荡漾啊 四十岁稍微发胖 早上才被我们张家的张兄 我的先生在讲 看一看你 怎么那个肚子还那么大 别人会误会的 我说我过了六十岁了 还能产生什么误会 我过了六十岁有一点中围是再自然也不过了 代谢能力减弱嘛 他夏天将到的时候 你这个肚子能够见人吗 我说我冬天还没过了 我烦恼夏天吗 想的太远了嘛 没有一个往里面想进往外面看人家的肚皮干什么 四十岁稍微发胖 六十岁血压向上 刺激太多了 想起年轻的种种有妙 就不由得 怒火终生 想起未来的点滴有妙 又不得 由不得我们忧心忡忡 血压怎么能不上 高高低低有妙 然后起伏颇大 七十岁记忆健忘 常常忘掉身在何处 所以身份证要常常戴在身上 我讲一句话 你们不要觉得很夸张 我有时候出门还要特别看 上半身衣服穿了 下半身有没有穿 你们以为我在说笑话吗 我确实每一天出门 我会这样看一遍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惊觉到记忆力不如从前了 很多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 容易忘掉 那有没有因为记忆的短暂失常 让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 原形必现啊 这人头上有问题啊 所以多看一眼走没错啊 我才六十出头 我就已经警觉到这样程度了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真的是这样的警觉我自己 八十岁走路 就摇摇晃晃 我不用八十 我五十多岁 商经断骨的时候有没有 我就已经走路不稳了 寸步为奸啊 九十岁迷思方向 表哥是例外 我们统员有很多老菩萨 年纪大人他例外 为什么 他杂念少 还有在佛堂里进出有没有 还真的有天恩施德的庇护啊 但是请问 几个到九十的 几个九十还能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上两三个小时 耐得住的 不要说有那个软垫 给我一个沙发 我也坐不住的人 比比皆是嘛 所以这个不简单 那一百岁我觉得也不要太强求了 挂在墙上有没有 也不要太懊恼了 可是被爱的是 现在人的家庭 没有人在挂 往生者的照片的 我小的时候 阿公阿嬷去世 阿嬷先走 墙上挂着阿嬷的照片 黑黑白白的一个老人 挂在那个地方 昏昏暗暗的空间 常会让人产生错觉 到了我高一 十七岁的时候 阿公去世了 墙壁上又多了一个照片 摆在那个地方 等我三十六岁的时候 我们老家搬迁了 搬到新的住宅 没有人挂那两张照片 照片去到哪里 你咋样 搬家的时候 似乎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 这一个方向 要看阿公阿嬷的照片 就是跑到灵谷塔 坟墓坡贴在墓碑上 所以一年看的次数是有限 如果我是嫁出的女儿呢 坦白讲很多年不曾看到 因为我要去婆家去扫墓啊 那年轻的一代呢 我儿子搬家 他该搬走的垃圾他都不要 他不穿的衣服他都不带 因为他要他的空间 简洁又整齐 如果他连他的必需品 他能够塞到别的地方 他都不想摆到他的家里 你认为将来我的照片 他会挂在墙上吗 不会啦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 人在 在人间可以自由进出的时候 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子 因为地府还没有定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公过嘛 我们还可以来去自如 回到家里面 你真的看看周遭四面的墙壁 老定老咖 山南山北走一遭 奇怪我的人在哪里 怎么没有我的相片 仿佛你从来不曾在这个家庭出现过一样 我先给你们打强心针 你们将来才不会 到了那一天来的时候 在每一个房间翻箱倒柜的去找你的照片 不用找啦 因为很快的 人家就忘掉我们的存在 你觉得很悲哀吗 这是事实 因为现代的装潢 实在很不适合挂黑白的相片 你不要怪年轻人 潮流如释 那特儿求其次 哎呀有一个铃骨塔上面还有一个相片 然后有一个马拉坡 墓碑上还有一个相片 那没关系一年三节子孙会到 他会看到相片 想起阿公阿嬷 想起爸爸妈妈 我在打断你这个念头 以后的扫墓用手机直接画图上去 他根本就不到现场 所以他就看不到相片 不是有开发这种软体吗 在这边画手机 画了一个什么金颅程式设计 然后你要用多少的美金日币 然后金子银子有没有 然后儿子就这样画画进去 然后那边就熊熊烈火 爸爸妈妈收到没有 收不收到我也不管你了 对不对画进去就好 或者请人家代为扫墓 他告诉我们什么 假如我们不善于去支配我们的生命 假如我们就让自己的生命 循着生老病死的历程 像世界的循环一样 有生就有灭 随生随灭 我们在人世间的定位就是这样子 我讲的东西 在现在的社会现象 他就已经看到了 不用等到以后去认证了 所以请问你 你要选择怎样 用你这一生的岁月 换一张相片 或者换一个 从来不曾存在的记忆吗 如果你不想要有这样的结局 那眼前 只有四个字给大家 淡情寡欲 淡欺恩子爱之情 你只有淡情 才能够把自己的责任尽得圆满 然后自己在物质上面 生活上的需求不要太多 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经济会怎么样的变化 因为永远我们可以满足我们身体之所需的 所以淡情寡欲就是修道人 在凡夫地起修的时候 你一路要去掌握的四个标准 四个字两个标准 一个是精神上 一个是物质上 物质就跟肉体有牵连 我们淡薄了多少 我们心性的成长就有多少 谢谢大家